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亚太商情 我是静贤 区块链是近一年来最火的投资概念 随着区块链资产价格的大幅飙升 普通投资者对于区块链 以及数字货币的兴趣是越来越大了 近期在中央电视台证券资讯频道 与ONE TV携手制作播出的高端访谈节目 《当代资本说》中 较英国际首席策略师洪浩先生 在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姚雪松的对话当中 就表达了应该如何理性地 来看待区块链的看法 我们来先读为快 市场向来都是偏好一些新的概念 尤其是针对当前的市场 对于科技依赖程度如此之高 比如说区块链技术 也是最近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 也是成为炒作的一个热点了 你对区块链技术怎么看 它是不是应该成为市场的一种现象 区块链这个技术 说心不心说就不就好 你看一下比特币的白皮书 其实08年90月份就开始发表了 区块链的网络 是09年1月份开始建立的 所以其实也接近快10年了 那为什么现在才开始炒作 这个需要时间 就是需要让大家 普罗大众都接受这个概念 因为区块链的本质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概念 它是跟我们以前的 以前的这个整个系统的运行 是完全不一样的 无论是在我们中国本国 还是在国外 其实它都是一个中心化的概念 比如说央行发行货币 政府制定财政货币政策 对吧等等等等 它都是中心化的 区块链它就是要把这个 以前的这个结构扭转 那么在这么大的结构的变化 其实它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现在我们觉得有很多 这个区块链的故事 有炒作的成分 我觉得活过2000年的 这个互联网泡沫的人 都能看得比较清楚 2000年的时候 就是你把这个自己的公司名 改成一个.com 然后你的这个股票的故事 一下就可以涨好几倍 现在就是你把这个公司名 改成区块链 可以涨好几倍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所以泡沫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打个比方吧 当年我们看到的是 什么是一个大的趋势 当年2000年的时候 互联网20年前 互联网是一个大的趋势 但是互联网 由于互联网即是技术产生的 雅虎网警公司 它并不是一个必然 互联网是一个必然 这个趋势是一个必然 但是亚虎网警公司不是必然 所以你看现在亚虎网警公司 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到了今天 区块链技术 很可能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但是由于这个技术产生的 这些加密货币 所谓的加密货币 各种各样的东西 它ICO 它可能并不是一个 并不是一个必然 所以到这个水落石出的时候 潮退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了 在这个必然的区块链趋势下 演绎出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 衍生出来的技术 很可能很多都会被最后的淘汰掉 所以在市场上 我们看到的其实和讨论的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 区块链技术 可能投资者更多讨论的是 区块链技术由此衍生出来的 在市场当中的一些泡沫 对 投机的泡沫 投机的泡沫 所以说我们才听到 巴菲特比如说 他从来不针对电子货币 这样的板块进行投资 其实可能 从这些投资家的眼光来说 他看好的 他看中的可能也都是 怎么样能够把这些泡沫 扶掉 抹掉 能够真正探讨到 属于这个板块真正的价值 对的 对于消费投资者来说 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个时候该怎么样选择 我觉得还是 很难了 还是找中一基本面吧 一个公司最重要的基本面 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它产生现金流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管理层 好的管理层 让这个公司 有一个持续的产生现金流的能力 所以我们无论投什么公司 他都需要最终 有一个投资者的盈利的回报 对吧 所以只要注重这个最大的基本面 以及注重它的这个 你要为这个能力付出多少 多少现在的钱 现在的价值 那么这个呢 只要注重这个呢 我们在选择公司的投资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一些投机的泡沫 那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 这个巴菲特 他不投这些电子货币 或者说高科技公司 他这么多年投的这些美国运通 吉列 这种消费品公司 这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了 当然他有一些投资上的失败 但是呢 他的成功概率是很高的 那么这个主要还是因为 他最重的最注重的 就是公司的这些现金流啊 管理层啊 以及他的护城河这样的基本面 所以说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就是没准他就悄悄地投了某些 真正的 有可能 有可能就有投资 或者说对 或者说这些现有的公司呢 运用七块链的技术呢 为我们的股东呢 带来更多的效益 那么这些公司 可能是更有希望的公司 那么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财经专家的观点的精华 敬请关注我们即将和 CCTV证券资讯频道 联合播出的高端访谈节目 当代资本说